這次來玩這款遊戲 魔王補習班 哥布林 獸人吸血鬼 死亡騎士 前面這些啊 要花錢買的 哥布林開場 那這是 台灣開發的單機遊戲啊 技能專修班 出新之塔 所以 因為叫魔王補習班 所以我們應該是培養魔王 還體力人類吧 那個按線在右下方 不太好按 太小了 可以按住啦 那你去攻擊就好了 拿到技能輸了 來學新技能吧 靠呀 精密不夠 自己這樣子挺折磨人的 欸為什麼台灣只能開發這樣的類型 奇怪 只要跟中國程度也差太多了吧 人家已經是天跟地的差別了 不太好 他會不會有個計劃 把他折磨成了 好吧 我大概来讲讲这个游戏吧 主要就是培养魔王嘛 随习技能书 然后通关更多的关卡 这样都是以动作RPG的形式出现的 然后画面部分就是 大概就是我小时候在玩的这种游戏 就是我们现代看中日韩啊 或是美国啊 他们玩的游戏比较偏向现代化 那如果你喜欢台湾游戏的话 就是阿公等级的可以让你去回味啊 这个让各位慢慢去体验吧 我觉得比较失败的是 一开始你进来的时候就是很无脑去刷关卡 但是他又没有一些诱饵 让你想要继续玩下去的一些作为啊 就像你可以先为了刷关卡嘛 已经在花时间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些近人 先让我先比较好去做一些前期的体验 不然像前期游戏游戏游戏不行了 好啦那就先这样啦 拜拜